四书偶益解重客序,道在人心,如水在地,虽高原平地, 勒不见水,苟穴土而求之,无不得者,水欲无心固有之明德,土欲无心换现之物欲,果能格物置之,无有不能明其明德者, 燃血土取水,人无不失功求之,以非水不能生活故也,而道本心据,人多不肯失功, 置物欲顾必争知,不知惜甚惜贤,甘心自暴自弃, 游资丧法身以施惠命,身作走肉行施,死与草木痛苦,可不哀哉, 四书者,孔门上既往胜,下开来学,彼游格物置之, 以自明其明德,然后推而至于家国天下, 彼游格国天下之人,各皆明其明德之代经大法也, 浅呼此者,虽其说之祥略不同,而其只通, 后呼此者,虽其积之力顿有益,而其效无益, 诚可谓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天时,万世诗表, 百代如宗也,其大纲在于明明德修道, 其下手最亲切处,在于格物圣独, 克己复礼,主尽存尘,学者果能一言一字皆向自己身心体究, 虽一介匹夫,其经天为力, 参赞化欲之道,何虽得自本心, 比圣贤垂讯,一番苦心,不成涂舍, 而为乾坤大富大女增光, 不愧与天地并称三才, 可不自免乎哉, 如来大法,自汉东传, 至唐而各宗西辈, 禅道大兴 高人灵力 随机皆悟由是联络官民以弃圆明诸如 各取佛法要义以发归如宗 必孔言心法 绝而复序 其用静坐参究以其开悟者 莫不以佛法事则事效 故有功身立即 临终御之时至 谈笑坐视者甚多 其诚意振兴 故足未如门师表 但御自护门庭 于所取法者 不为不加表彰 获返顾未辟薄 以弃后学尊己之道 不入佛法 然意图为事举 不思己既应取阳牌 后学其无见过于师之人 事见其心量狭小 而诚意振兴之不无下露脸 深可痛惜 明末偶艺大师 戏法生大事 承愿世生 出读如书 吉孝先如辟佛 而实未知佛之所以为佛 后读佛经 事会欠迁 随机丹经研究 方知佛法乃一切诸法之本 其有聘伯者 非言耳道灵 即未见颜色之谷论也 遂发心出家 弘扬法化 一生著述经论四十余种 卷银数百 莫不严严见地 与与超宗 如走盘珠 利益无尽 又念如宗上焉者 取佛法与自意 终难就尽贯通 下焉者习词张仪自足 多造放法恶业 忠心痛伤 欲未救援 应取四书周易 以佛法示之 解伦与孟子则略是大义 解中庸大学 则指指心缘 盖义并法华开全显十之意 以原顿教理 试智试语言 比灵山似水之心法 彻底显露 冷魔于运 其取佛法以自意者 及得就尽实意 及专其词张之流 由资之佛法广大 不亦策夺 亦当遁习邪剑 剑身正性 知格除物欲 自能明其明德 由氏而立求之 当直接孔颜心传 其利益起能让宋元明珠如独得也 近来各界眼界大开 天资高者 无不研究佛法 一唱百合 迷然风从 祭之 无始无终 聚足常乐我尽真实功德 其肯当人故让 见义不畏 高推圣境 自处凡于乌哉 以故伟人明事 律多吃素念佛 赌修敬业 弃其身见佛性 此身佛国而已 诗调梅菜 鲁泽里小和尘 鲁德叶柏林 彭孝朝 遇久邻居室等 素距灵根 笃信佛法 一见四书偶一结 不胜欢喜 为此书指指当人一念 大明如是心法 于是出世法 融通贯彻 笔上中下根 随机受益 身则见身 不放直气菩提 浅则见浅 亦可见肿善根 急欲看板 用广流通 以此功德 功祝现在春宣 受灯其仪 百年报尽 神归安养 过去父母 素叶消除 蒙佛兼引 往生净土 其叙于光 弃告来者 光 自愧习坐产提 毁谤佛法 以至业障复兴 物证无由 洗碧之请 弃一切人于佛法中 弦身正性 树可业障统销 而星光聚皆发现 周一禅解 精灵一刻 孟子则辱 冰险后失传 阳人山居士 求知东夷 亦不可得 习灾 中华民国九年 更生梦下场 惭愧 森世印光转 大学之指不住序 夫圣经 天下国家之心调也 大学一书 幼诸经之心调也 偶艺大师大学之指 幼大学之心调也 得此心 则天下国家智且安 使此心 则天下国家乱且为 其关系之众何如乎 而其智力之本 则在于修身 修身之本 在于正心 正心之本 在于智之 在于智之 智之之功 即在格物 物即生家国天下之物 格者正也 正其不正以归于本正之位格 格感通也 数穷三级横变十方之位格 夫世之位大学 夫世之位明明得于天下 若广说之 其但一天下云孤灾 不入华眼法界观 不能知其究竟 怯常论之 大学一书 世间法之总持也 而极为出世之调 出世间法之总持也 而不离世间功德 何事二者 而畅导之 弘扬之 则身修家其国志而天下平 乃至出轮回 身净土 就净成佛 普度有情 无他求 即生偶师指指之意 为之补助 以便学者 父敬为之赞 赞曰 自有此经 未有此注 格物置之 劝经要处 破我法治 修二空观 于一切法 作为心态 身为物本 格之所先 家国天下 乃其莫焉 本朔莫容 仪器之宣 唯明敏德 舍无不原 宋如未解 更为补传 错乱不经 大欲不险 叙师妙物 直指真权 孔圣父亲 当无渐燃 虚灾来学 熟父思篇 如是修者 是真圣贤 家其国志 天下便便 便便即平平 民国二十三年 甲虚奉下阳父子 江千锦束 中庸直指 不住戌 献前 借耳一年 儿时 无量 无边 不生 不便 数穷 三计 横便 十方 清静 本然 既然 不动 未知性 感而遂通 有善有恶 有因有果者 未知道 全性起修 未善去恶 造缘因已至缘果者 未知圣人之教 所以未教 圣独是语 所以圣独 至中和 是语 所以至中和 空甲中一心三观 是语 修此三观 而天地位焉 万物欲焉 至人永三得利焉 父子君臣夫妇兄弟 朋友之交 五达道行焉 凡为天下国家之九经费焉 以其关系于天下成败 利盾治乱安为之众也 顾为之三众 顾为之三众 此三观者 为事一心 顾曰所以行之一也 中庸之为书 偶益大师之之指 据于是语 或曰 静经之学者 而语之言中庸 无奈傲 偶师之指 以佛事如 幼傲之圣者也 小之曰 所谓中庸 所谓之指 即指指 而我乃至一切众生 各各本具之线 前界而一念 而又无量无边 不生不变 清静周变 原句三第三观 三德之妙 真无心也 真者不忘 如者不变 妙者神通自在 不可思议也 三地者 真俗中 三观者 空甲中 三德者 般若解脱法身也 寄人人本具 各各不无 而圣凡之分 天地玄格者 何也 修与不修之书也 修则信贤 不修则信饮 修之则为智 为人为勇 为君子 为智慎 为遥顺文往武 王周公众名 乃智成佛 不修则为佛 不修则为余 为不孝 为满末 为无忌惮之小人 乃至为畜生恶鬼地狱受苦无量之众生 子思之座中拥 偶师之座之指 教修之宝法也 世间法之三达德五达到九经 与初世法之四第十二音源六波罗密 教修之条目也 尊德信而道问学 至广大而尽经为 极高敏而道中拥 温故而知心 敦厚以崇礼 乃至佛学审问圣思名便笃行 人亦能知己百知 人时能知己千知 教修之全功也 聪明睿智 足以有灵 宽裕温柔 足以有荣 发强刚毅 足以有职 奇装中正 足以有静 文力厘查 足以有别 瀑薄渊泉 而时出之 见而明末不尽 言而明末不信 行而明末不说 舟车所致 人力所通 天之所赴 得之所在 日月所照 双目所对 凡有血气者 莫不遵亲 教修之极致也 而皆本于空 假装异心三观之凶 以其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 故为之空 以其体悟而不可疑 所谓悟者 亦皆因缘合合 虚妄有身 为之假 以其空假 双障 不偏于空 不偏于假 为之中 故曰尊尊其人 渊渊其渊 浩浩其天 渊渊其渊者空观也 尊尊其人者假观也 浩浩其天者中观也 空观即为一也 以故能力天下之大本 假观即为今也 经故能经伦天下之大经 空假双照之中观 即允直觉中也 故能参赞天地之化育 而我所偏移 概性无不同 而相无不义 空观者 平等观也 假观者 差别观也 性相 不偏 故于平等而知差别 于差别而知平等 是宇宙万物所由分合 而天下国家之所由至平也 此真能与众宝之无价 模拟珠也 藏此珠而行起 可谓知乎 怀此宝而无邦 可谓人乎 知识一中之珠 宅中之宝 而不肯探求 可谓永乎 顾谨为补助以劝于学者 学者得此宝而明其性 以修其身 则加其国至天下平之效可以也 得此宝以修华也 可以知法界无尽之源观也 以修法华 可以知方便度生之妙用也 以修净土 可以知出凡入圣 简易而圆满 结束而就尽之最圣法门也 学者其有保之灾 明国二十三年甲虚奉下将千锦束 论语点经补助序 孔子梅 尔为言诀 七十子丧 尔大义乖 其信然呼 汉如名于迅古典章 宋如名于是法一名 皆各有功后来 而于圣言之量为敬也 明偶义大师以佛之见为四书解 而佛如史通 为言实现 真解也 亦缘解也 四书解者 一轮语点经 二中庸直指 三大学之指 四孟子则辱 则辱亡于兵险 习灾 于是印光法师 汲取前之三种 续印而流通之 不会以论语理身语解 佛法广大经为 学者为一支也 于偶师所谓及未想者 更为补助以明之 敷点经则原造之体相用权益 经所补者 但东云亦临 西云亦找之夫云尔 或曰 诸子吉柱无曲呼 曰焉得无曲 诸子吉柱 产世间一礼者也 可失也 七彩实贤之说 毁佛阵法 使人不误本来佛性 不信因果轮回 善无以劝 恶无以成 小人我所忌惮 佛教衰而无教一席 此天下大乱所留生也 不可从也 诸子去今千年已 其今尽当不可思议 其上居哪时成见乎 欧师此解 开出世光明者也 而不离世间法 使人了之本来佛性 深信因果轮回 敦伦而静分 为恶而谦善 敌伦而修静 佛教昌而无教欲显 非但天下大智所有始 而一座佛菩萨 圣贤自度度他 必久塞得通 久苦得乐之今两也 人生难得 佛法难稳 文世间超世间不二之法由难 学者其禁受之灾 民国二十三年 甲须寄春阳赴居士 将签锦束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刺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